唉這個事我蠻羨慕的 羨慕得不得了 是什麼讓侯市長眼睛發亮好羨慕 跟中央喊話我也要 中央蠻照顧高雄市的 其實也不是壞事 但是更期待的是我們新北市 也能夠多一點關愛的衍生 說的正是整件壽山動物園高市府 行為台電中油中鋼求贊助 被人質疑是中央保 而高市府回籍新北有申請 椰柳冷凍庫改善計畫和13層點燈活動等等 台中近三年建設經費也超過4000萬 對此新北市回應 13層本來產權主管機關就是台電 椰柳部分經費也是給漁慧 沒半毛巾市府口袋 很多的國營事業不太可以用這樣方式 是支援地方 而這些錢都是台電給的地方回饋金 攤開公開資料 108年給新北市府各機關補助2億多 用途多為道路工程偏鄉福利等等 給民間團體約1800多萬 同樣用在宣傳環境 參訪電廠等等的地方事務上 新北市府說這和主動行文 贊助市政建設不一樣 而另一個被點名的台中這麼說 法定的回饋金 就是你發多少電 那他又會有一定的計算 動物園不是他法定回饋的項目嗎 那他是額外拿到的 臉上滿滿三條線 說高雄怎麼會拿大家都有的東西 來比較額外拿到的 那麼首都呢 有收到中央特別關照嗎 陳其邁啊 現在要什麼錢 我們就有國營機 不好意思 護座的車進來了 謝謝 頭皮屑這麼多 這是因為沒被高雄點名 不想另屁戰場嗎 但市府私下回應有回饋金沒錯 但也是給各地公所申請給地方用 看來高市府似乎分不清 伸手要跟應該給差別在哪裡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